很多人都會說水瓶座的男生很木頭 那到底木頭是怎麼樣一回事呢 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是出自於 我們沒辦法精準的判斷 對方到底對我有沒有好感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想來討論一下 我認為三個這個女生 已經對我沒有興趣時候的舉動 到底是真的對我沒興趣 還是其實沒有是我判斷錯誤 我自己講當然不准 所以我今天邀請了陳貝佑 嗨我是貝佑 身為一個水瓶座的男生 這對大家很不好意思 讓大家誤會 因為單身了一陣子 那其中有跟一些女生出去約會 有時候實在是不知道 對方的訊息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是有意思還沒意思 所以我今天來問問你 第一個就是 出去了從早到晚 但是對方 連跟我一點肢體接觸都沒有 碰到肩膀啊 或是手靠比較近 完全沒有 不是說什麼牽手啊 抱抱幹嘛 都沒有 我覺得不一定耶 為什麼 可是 可是我就會覺得 你不想靠近我 不是我問題是 你們兩個沒有靠近 就是代表你也沒有靠近他 我覺得還不錯 對 可是你也沒有靠近他耶 有啊 我有試著在酒吧的時候 坐比較近一點 就是只有我往那邊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 但是我也不想要 就好像在卡人家油 我吃人家豆腐幹嘛 所以我也就再縮回來 但是他就不會完全沒有 往我這邊傾斜 因為我個人還蠻相信肢體語言的 因為假如說 跟你講話的時候 就是這樣完全轉過來 身體這一面比較面向 這個我知道就是 你想跟對方講話 你想靠近對方 那我這樣是有還 我想要 你這樣沒有啊 我們從這邊來判斷一下 我們第一個 你的手放在這邊 這是鑄起的一個 防禦機制的概念 然後再來 你的身體是往前的 因為我向前來生的 我自己跟喜歡男生出去 我並不會想要在很初期的時候 就跟他有肢體接觸 如果對方 你都像你一樣 就是 可能只是一點點 或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 我也不會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 哈哈哈哈 好難喔 你剛剛說的那個肢體語言 只要是 也有看過 那個書的人 就會避免這件事 因為我就是看過這本書 然後我知道很多男生 會這樣看 所以我都 刻意沒有這樣做 因為我就是不想要表現得很明顯 所以這個不準 不代表不習慣 我覺得這個不一定 好 那下一個 約會結束之後 然後女生會傳訊息跟我說 那我們下一次再出去 但是呢 這女生就完全之後也沒有聊天啊 沒有主動約說要出去啊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好像沒戲了 如果你們出去然後之後是 完全就是冷掉那種嗎 比出去之前更冷 這個的話應該是對 但是我覺得不代表沒有機會 因為你約我第二次 我還是願意出去 我是不會覺得說一次要定生死 等等 哦 你會願意給第二次機會 第三次 好 哈哈哈哈 那我問你哦 願意跟男生在外面待到比較晚 這樣算一個有好感的表現嗎 我覺得要看他幾點睡 因為像我就是很晚睡 我剛剛就算待到十一十二點 對我來說也還好 但如果那個女生是很早睡的 十一十二點 我覺得那就是可能是有好感 因為我會用一招 假如說比方看完電影 可能六點 那我會再問說 那你要一起吃飯嗎 如果我真的對這個女生覺得蠻有好感 我會再問一個 因為最後那個其實已經第三段了 你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你不用這樣子一直陪我在外面啊 你不用一直跟我相處在一起 還是你不會拒絕 可是 可是也有可能是覺得 你是一個很好享受的朋友 好難哦 我的頭好痛哦 我跟你說 別人看水裡做的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 那沒關係我們再來問第三個 好 我剛剛講第三個之後 這個對我來說 馬上是一個撤退的訊號 當對方跟我講 他跟其他男生出去約會的事情 我有一次就是覺得那個 燈光好氣氛這樣 可以推進到下一步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突然跟我說 這間店我上個禮拜 就是有一個男生 也帶我來吃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我有跟我喜歡男生講過說 我有在跟別的男生約會 可是我喜歡他 那你喜歡一個人還跟別人約會 不是 不是大家就是他還沒有 還沒有 保持著可以跟別人約會 對啊 如果還沒有決定說 我們是要認真往哪邊走的話 就是大家都可以認識 是沒有錯 你也是吧 是沒有錯 對啊 如果你們的關係是 都只是出去吃飯 看電影 這種的話 他跟別人約會 我覺得講這個還好 但如果你們關係已經是比較親密的 可能你要準備要討論 接下來要怎麼走 他在這樣講 可能就是一個打槍的訊號 那女生為什麼要刻意講這個事情 他是想給我一些刺激還是什麼 我覺得我講的話有可能是譬如說 他有一些事情 可能讓我有點不開心 他有刺激到我一點點 所以我也想要刺回去一下 哦 不能輸的概念 你的意思就是我先前面先錯了 所以對方才跟我講這個 對方才跟我講這個 我把我自己想的太好 我以為對方可能是跟我約會 你剛跟我講的那個觀念之後 我瞬間覺得說 對啊 我們也沒有講好說一次只能跟一個人約會 對啊 對啊 但搞不好他在所有的跑者裡面 我還是領跑者 有可能 哇 瞬間悟出了一些什麼 哈哈哈哈 那我應該怎麼樣 你就大方啊 大方說 也沒關係那他怎麼樣 那他比我好嗎 這樣子 可以啊 我覺得如果是太 你剛剛那個笑讓我很尷尬 如果是幽默的講 我覺得 反而女生會覺得你很大方 也幽默耶 這三個是同一個人嗎 這三個沒有 這三個是不同的人 哦 不同的人 但是我後來都分別了 先後順序都放棄了 這樣子 哦 因為你覺得這三個點都是 都是我的點 都是你的點 都是我判斷 那你點蠻多 不然我來講一下 我覺得 如果我對一個男生是有好感 有喜歡的話 我會做什麼 不會講三個 這樣之後我比較好判斷 好 第一個是 如果你單獨跟我約 然後我大概 80%都不會拒絕你的話 嗯 我覺得就是有好感 有可能對方只把我當朋友啊 可是如果是朋友的話 我出去的機率不會到八成 哦 因為我一定還有別的事情嘛 我覺得我這個朋友的約比較多 我可以見到比較多朋友 我就不會選擇單獨跟你出去 因為你約很多單獨的 我都願意跟你出去 就代表我想要認識你 你說八成對不對 那我們要試個五次 五次裡面有四次的 足跡代表的機會 對 還有第二個 哦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一週內如果有跟你說超過三到四次晚安 就是有跟你聊到睡前 要這種很長的對不對 就是可能從下班時間開始這樣子 也不用了 不用就是睡前的時間這樣也可以 為什麼我覺得女生好像都很在意這個事情 但是我很不在意 不是因為我就不會跟朋友說晚安啊 如果是跟比如說有喜歡的 你們可能是聊一些非常不重要的事情 然後聊聊聊就說 那我要睡囉 先晚安 這個話題我們還沒有結束 但是我先跟你說晚安了 那我明天還可以再跟你聊這個話題 但是要超過一週三次 三次以上 對 我剛剛 我在想我昨天有跟人家晚安 幾個 一個吧 我認為沒機會 你都說有機會 現在非常的困惑 你要不要回去 就是還是找那三個女生 不要啦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在訊息裡 我會主動再另開一個話題 應該說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確定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還會想要說 不行 我還想再去跟他結束了 我還想要去跟他聊天 哇 這個我沒有感覺 這個我接收不到任何的訊號 為什麼 我只會覺得你只是 突然想到別人 然後我想跟我聊 你想想看 假設你跟一個 你沒有好感的人聊天 那個話題結束就會結束了 對不對 你根本不會想要再去找 另外一個不重要的事情跟他聊啊 好像是耶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那也算是一種主動 我今天來上課了 什麼 我今天來上課了 我今天才發現原來 因為我對女性多麼不了解 好我來複習一下 第一個就是 這個女生八成願意跟你帶出去 對 第二個是這個禮拜以內 這個女生三次跟你聊到 她跟你說說晚安 第三個就是呢 在你話題結束的時候 這女生還願意主動 開新的話題跟你繼續聊天 沒錯 這三個跡象呢 就是被認為 這個女生對你有好感的跡象 對 然後我剛前面提到的三個就是 女生從頭到尾在約會的時候 沒有跟你有自己接觸 這個不代表她不喜歡你 這個不代表 這個不代表 女生跟你說下次再約之後 卻從來都沒有主動約你 這也不代表這女生不喜歡你 第三個事情是 女生在約會的中間 提到她跟別的男生約會的事情 這也不代表她不喜歡你 這支影片呢 就是代表說 好 各位男性朋友 你認為沒有機會的跡象 其實不一定代表你沒有機會 對 大家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用別的方法去試 就我想的不對 我要找一些新的標準來看 如果有新的標準 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米露的IG 那今天也有跟貝歐拍一支 如何判斷水瓶座 到底喜不喜歡你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備用的頻道觀看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